Hello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生了一粒暗瘡 那我會怎樣化妝呢? 早前去了韓國的時候吃了太多韓國的炸雞和韓燒 那我是這裡生了一粒很大粒很大粒的暗瘡 然後還要觸發起它附近的地方 都出了一些又有些暗瘡又有些油脂粒 是兩三粒的很恐怖 是整個腫起來 那我會怎樣去處理它 還有妝會怎樣化呢? 以前我就會搭很多遮瑕膏上去 那我就想遮住了看不到的看不到的 相反地應該用少一點的遮瑕膏 或者少一點的粉底 因為你這樣只會塞著毛孔 還有令到它周邊的地方 都油了 我又會怎樣做呢? 洗完臉和塗完護膚品之後 我就會塗一些暗瘡膏的 最近就試着Purbulus這支 Gel 它就是重點去暗瘡 之前那麼大粒暗瘡 如果你看我的VLOG 你會看到很明顯很大粒 薄薄的塗一層 之後才上妝的 這支有什麼好呢? 它不含抗密油 因為我自己是很怕抗密油 一用抗密油的東西 就很容易令到毛孔失了 之後就會生粒粒出來 妝前用都沒什麼問題的 我試過塗那些暗瘡膏 它是會好像抽乾它 但是就會起一些摺出來 然後就脫皮 那就很明顯 真的很大疊 塗完暗瘡膏之後 我就一定會塗防曬 最近就很喜歡這支Franco的防曬 因為它是很乾爽的 你塗了之後去做運動 然後你出了汗 其實它會好像一些小小粒的粉粒 就是你出了汗抹臉 其實你抹走那些粉粒 變成它就沒那麼容易 塞住了毛孔 這個就是SPF50 就是PA4個家的 基本上你日常生活都應該可以的 會選擇一些質地較薄的粉底 例如YSL的BB Cushion 我已經用了一個多月了 我終於都可以跟大家說 我是挺喜歡這個的 補那種的塗完很白 比較上自然 而且我覺得它很薄 大部分韓國的BB Cushion 我覺得太厚 塗完臉很白 之後就是很柔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那些 大家可以試一試 YSL的BB Cushion 塗完粉底 那你覺得可能 紅了那個位置更加明顯 因為已經濕好所有的下纖 變了可能會想拿回少許遮瑕膏 但我真的不建議大家 再塗很多的遮瑕膏上去 已經是毛孔塞了 發炎了 你塗了暗瘡膏 其實已經是最好的了 但你說我不行啊 我要見人啊 我真的一定要 其實我試過認識了一些朋友 他說我不行 公司一定要化妝 我不可能不化妝 那我就說 也沒辦法 如果你真的要用遮瑕膏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IPSA這個三色調色霜 是真的很好 我想我試過無數無數無數 這麼多的遮瑕膏 眼有遮瑕 面有遮瑕 所有東西都遮瑕 那一定是IPSA這個 那我就混合第二個 和第三個的顏色 就在這個小碟裡 遮瑕一點 之後呢 我就會上一層很薄很薄的碎粉 碎粉呢 我經常都有不同的 但其實你問我覺得最抵用 甚至帶旅行去哪裡呢 我也是帶Rimmel Stay Matte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便宜 有時候去減價呢 它50元都有交易的 很方便 很細很輕 那便你拿去旅行呢 不牙位 又不牙重量 就這樣掃一層很薄的 令皮膚可以呼吸到 香港呢 真的很潮濕 和很熱 我也想皮膚透氣 如果你習慣了一輪 你的底妝不塗那麼厚 其實你會發現皮膚是會好很多 塗上一些鮮色一點的唇膏 就可以轉移視線 讓人們不要看著你那顆暗瘡 還有一件很重要 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喝多點水 喝多點水 其實幫你整個身體都是排毒 排走油一點 令到毛很長通一點 那你就不會覺得暗瘡 不斷有很多油 不斷飆出來 令到它繼續發炎 所以喝多點水是很重要 喝多點水 睡多點 塗暗瘡高 那顆暗瘡就會很快消失 現在已經沒有印了 你都不會覺得 之前生了一顆很大顆 腫了的暗瘡 希望你們會喜歡的影片 記得給一個like這個影片 還有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